大家好,歡迎收聽利時台,我是瘋仔 星期四晚週中凌晨時分 踢上歐霸分組賽最後一輪賽事 作客對比利時的聖基萊斯聯 開賽前我們已經鎖定了首名出線 所以這場是勵行公事,贏輸也沒所謂 雲迪克、阿易珊打落、沙拉及艾利神這些領袖人物 也都留在利時,沒有隨隊出征休息一下 這場主要是給機會小將表現一下自己 以及讓主力球員可以不用太操勞 又不受傷的情況下完成比賽已經很足夠了 最終球隊以2比1落敗離場,表現也不算好 不過至少主要的目標還能達到 首先看看出場陣容 門將基里夏,中堅干納力拍著塔維爾昆沙 右閘84號的干納巴特利,左閘44號的盧克張伯斯 中場位置算是比較多一隊成員 防中遠合行中場中就是今場做隊長的 居力士忠絲和艾利諾 前線左翼賓督克,右翼49號的基德哥頓 中鋒加普 這個陣容有四個一隊上陣經驗非常少的小將 還有些像昆沙、艾利諾和忠絲 算是一隊常規的球員,但都偏向年輕 今場正選平均年齡只有21.9歲 是球會史上歐洲賽正選平均年齡最低的一場 後備席上有兩個年輕門將 比德路加和摩斯克 中堅祖高美斯,左閘森美加斯和小將卡林斯坦朗 中場有蘇布斯禮,加分比和53號的占士麥干爐 前線有迪亞斯,紐尼斯和兩個今場都沒有出道的小將 湯希爾和古馬斯 這個新舊融合的陣容 踢法上其實都跟一隊常規的踢法差不多 不過會見到集位的球員沒有內收傾向 雖然巴特利也是中場出身有內收去踢的能力 但可能第一場復出踢回正選都不用踢到複雜 拉邊踢回就OK 控球率上我們還是領先到 整體有近七成的控球率 但就像上場對水晶弓一樣 空有控球率而創造不到威脅 今場比上場更誇張的是 連射門起腳的次數都是寥寥可數 去到79分鐘我們才有第二腳的射門出現 而這個發展其實就不是沒有原因 始終雖然我們這條中族中間位置的球員都是常規主力 但兩翼兩閘全部都換成新人 只要他們踢得不好夾得不順 其實就等同自揮兩邊的攻勢 而今場就是出現了這個情況 只有中間可以去到球的話 對方要專心防守其實就很容易可以擋得住 而兩邊的支援欠奉 除了令到我們攻擊乏力 連傳送球上前都會感到吃力 中場少了兩邊作為全球的目標 令到他們想輸送球上前都很困難 三個中場都是面對著這些問題 想望定點找人交上前的話 對方就馬上拍到你 導致中場不少次被迫脫了腳下球 中場今場絕對是有他們的問題 但圍繞著他們四周的球員 亦都對中場的支援太過少了 而對方因為叫做還有得爭出線 加上難得主場對大牌球會 戰意都很高昂 從球迷的觀戰氣氛 亦都看到他們是很投入 享受這場球 中場他們搶球 一搶的時候 就會幾個人一起夾到你 第一個失球 都是由對方的中場位置 有三四個人拍到中司和遠騰行 搶掉了球而打的反應 中場的位置放過長傳上前已經空了 這下其實就有點像越位 我們看看這個定格的畫面 都會認同有越位之嫌 最終球證當時沒有吹VAR 亦都沒有之後推翻到 但整場球其實就沒有再給個重播 我們看看究竟怎樣這球是變成越位 不過正如高普賽後所說 Who cares 連我們輸這對球都不太重視賽果 有什麼人想去研究這球究竟有沒有越位 都不理那麼多 接著今場表現得相當不錯 47號速度很快的易風阿摩拉 就單刀推進去禁區 他第一次想扭門障 基里亞其實已經抓到他老撲落地 撲到球了 但仍然都彈回到對手的身上 運氣好好的變相過了門障形成空門 這樣就被人射入輸了1比0 其實這球失球之前 還有下中司又是被人迫掉了球 不過那個就摘位單刀被基里亞擋出來 叫做將失球的時間推遲了少少 但基本失利的狀況仍然相似 接著39分鐘就有上半場 我們唯一的一次攻門 亦內置我們唯一一個角球 中司斬進去中間 整個人都漏頂了 坤沙可以在禁區內用腳控一下 然後才右腳勁抽過去 這個球力度和角度都十足 門障想救都沒得救 成功追成1比1平手 不過無論是角球的數量 還是射門的數量都顯示了 這球入球出現其實就很偶然 接著43分鐘 溫度夏在中場交實球 巴特利和艾利諾全部都推上前 想即時反場 對方一下長傳就很簡單 過了第一陣防守 趕納迪被拉到右邊的情況下 中間空位非常多 對方可以接應傳送後 再推前多一步去到禁區邊 才起腳射近處入網 後防我們包不及 基利夏也封不完近處位 令到上半場球隊要以2比1落後完結 半場高譜作出一些調動 最後他解釋一下 其實今場想攤分一些比賽時間 令到小陣有機會踢 和常規主力都不會太大負擔 所以所有換人都是賽前 部署了哪些時間要怎樣換 半場高譜張高美斯 入替了江拿迪 亦帶起隊長給張 另外加分給亦入替了軟騰行 不過這次的換人 其實就純粹體力調控 對場面沒有大改善 下半場出來 仍然都是我們採有控球 而對方就使機搶掉 我們的球來打反應 63分鐘 對方更加曾經用一個介入球的攻勢 兩下簡單的互傳 已經去到禁區邊 形成一個4打2的攻勢 最終交到入中間撞射 就近處地球入了 不過BAR叫球證看 入球過程 就聖基萊斯聯有球員手球 令到我們這球這麼差劣 這麼鬆散的防守 就不需要受到懲罰 還有全中空曬的 頭上攻門不中籠 和右邊推順勁射軟 被基地下救出的情況 對方從頭到尾都展現出 增勝的決心 和入獄的攻門都不少 相反 我們基本上 直至到63分鐘卡蘭斯眼朗 和紐尼斯 入替盧克張馬斯和賓多克之後 才算在進攻上好一點 有些似養小吃的傳送出現 昆沙有球後場長傳給紐尼斯 都頗漂亮 可惜入到禁區左邊的閘位 控得不太順 艾利諾也有球右邊的傳中 給紐尼斯頂 但球場傳前了一點 追不及進去頂 又有加分比遠斜 和保時階段最後加普招牌的禁區內 鑽身射門省中忍一 多些主力球員上陣後 其實進攻是似樣子 不過最終也是追不回 要輸2比1軟場 是我們今季第三場的敗仗 而這場也算是幾場敗仗 最無所謂的一場 亦都跟大家先打定底先 很多球員是表現得不好 但這場比我講真 他們不需要去到薄老命來踢 新舊球員之間本身 又不是整天可以夾到 場地的狀況也挺差 有些薯仔田之下 我們想猜拳 其實狀況也不容易 所以就算我們整體表現是差 其實也算是正常的情況 對方是一隊有戰意的比利時綁手球隊 都不容易應付 大家就不用用太嚴苛的角度去看球員們這場的表現 還有今場的整體質素我覺得就不太高 尤其上場我們門前很多球都幾個人圍著球 不停撞來撞去 被對方搏到猛運箭射球的情況 這些東西好像是技術水平沒有那麼高的比賽才會較多出現 但今場我們有幾個年輕小將出場之下 都令到這些不清脆的混戰出現了 接著就進入一個個人表現的環節 如果要選擇今場的最佳球員的話 入球的坤沙應該都是不宜之選 上場英超對水晶弓對他來說可能都有點壓力 所以踢出來有點騰雞 但回到歐霸再踢正選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全控在後場都很穩陣 射入的一球更加有射手的風範 一控一射找些前鋒的球員都未必處理得那麼好 有力度有角度 早幾場雲力克才入過一球窩裡抽射 今場坤沙也抄到功課了 射入他職業生涯的第一個入球 其實早前對羅勞茲的作客比賽 他也曾經送過球入網 在比賽完結前一個門前的混戰射入球 以為可以追成三比三平手 誰知小麥就在攻勢起始的階段 首球在先球證推翻了這個入球 今次這球終於名正言順地計算 不過我都想不到坤沙 入球能力原來也挺強 他踢的長數不是很多 但已經射入過龍門兩次 即使只有一球是計算 但其實隊中其他中堅金貴 都未有這個入球量 不過我想防守上他還有些可以進步的地方 例如失球前的單刀 失第二球的情況 其實都可以早些拍去射門球員到 對方炸壺的球 他就太心急壓前去跟人爭頂 結果頂輸了 對人頂到中間的時候 就形成了一個四打二的攻勢 但這些學費我們都還交得起 尤其今場這個場合 是給小象交學費的 一個二十歲的中堅又怎會不犯錯呢 整體來說 我都會覺得他的潛力 仍然大家都會看到 期待他可以用更多的時間 去跟雲迪克學好些 成長到一個可以成為我們主力的地步 始終一個本土的清分球員 可以踢得到主力的話 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而只踢上半場的干拿迪 其實我覺得他是後防線當中 表現都是挺好的一個 或者真的像一些沒什麼質素的U21 一個身高腳長又跑得快的防守球員 是足以防守著對方很多的攻勢 很多球經過他都會被他截到或者解圍出去 混戰裡面他的反應也很快 之前幾場他的狀態的確是差一點 今場算是有點改善 反而後備入替做隊長的早高尾斯 影響力沒有他那麼大 高普半場就將菅蘭迪抽走了 馬力普受傷之下 雙鴻迴都應該是靠他的 至於中場位置 今場相信大家都不會太滿意他們的表現 無論是阮騰鴻還是居力士忠師 他們兩個面對對方硬正的衝撞和攔截 都掉了很多球 自從上場對水晶宮之後 阮騰鴻不夠硬正這件事 就好像被人看穿了在重點去到招呼 他一想背身招呼 就會被人埋身撞過去 聖機萊斯聯都做好這個功課 要這樣對付他 所以今場球阮騰鴻 其實踢得很辛苦 做一些傳統連接的工作都不太成功 運送不到球上前 而高普半場就將他抽走了 始終小麥現在受傷都不知道下場出不出到 阮騰鴻作為對中唯一一個正式的防中球員 都要省著用 至於居力士忠師 今場帶著隊長被張出戰 是今季第二次的 之前聯賽表都試過 但今場表現就如他近來的狀態一樣 都是比較差 繼續拿著球會控多兩腳 扭多兩下才上傳 結果今場對方中前場迫得比較緊的情況下 令到他好容易脫球被人打反擊 至少都數到兩三次這種情況 令到後防面對著一些危險 不過今場都會覺得 隊友真的夾得不夠 邊路沒有支援 和場地質素差 是對中場的球員發揮有影響 當然遇到這些情況 中場的兩位都可以踢得保守些 去不到前面就交後面重新組織 強行去的時候通常都是出事的時刻 所以缺乏了一些隨機應變的能力 或者中師又要再調整 他經常一拿球 就想要做到東西的心態才行 現在這樣踢下去 就不是太幫助到隊伍 而魏洛算是三個中場當中 踢得好少少 不過他開頭位置比較傾前一點 前段比賽其實影響力不是太大 甚至乎有點隱形 但去到尾段 主力的隊友開始換入場 再拉上他去踢右翼位 進攻的威脅就變大了 交了個漂亮的地球 給加分轉身軟射 全中比劉尼斯的頭鎚差點就頂到 以及尾段的閘位射門 都是今場小友覺得會近磅少少的攻勢 至於門將基里夏 今場的表現我會評為中規中矩 有做得好的地方 但亦有些很明顯的失誤出現了 上半場初段用腳封了一球 就摘位的download先 而收第一球download的時候 其實他都落地撲到第一下 只是欠一點運氣 仍然被撞到前面才可以射入空門 還有一些高空球打手局都出形幾準確 尾段亦都飛撲一球 右邊射向遠處的高球 這些地方是他表現到自己的能力 有時門將一失誤就很容易被人見到 因為大部份時間都跟室波有直接的關係 而第二個失球都輸得比較難過 對方禁區邊射過來 位置其實就不是正中間偏向左邊 有一段距離之下應該可以封得近處 但從他一路退後的片段都看到 他是沒有回頭去檢查自己和近處之間的位置相差多少 自己的站位是怎樣 他沒有太過注視 可能就因為這樣 漏了太多近處的空間被人射了 當然他這球落地的速度我覺得算是足夠了 但就真是新的手不夠長 近處封不完之後漏了一個多波位出來 就被對方剛好射穿了 對方的確射得漂亮 不過都掩蓋不到門將這些近處球不應該失的事實 這球絕對是基尼夏的犯錯 不過這一下我覺得算是他今場唯一真正要負全責的失誤 之後因為守球而被吹回那球失球 被人射過反方的地球 還要乾拿巴蒂你遮蓋他的視線射穿大勢去近處 這一下撲狗的難度其實都不低 所以失這球又不怪他 整體來說我覺得他的表現已經可以接受 其實夠了不少球 雖然失球比較難看一些 亦都比今季初的時候表現穩定不少 只要用一個正常門將的水平 不要用艾利神做標準的話 其實去評價他就會好很多 打完今場之後應該下星期週中聯賽杯 對韋斯咸都會再見到他上陣 看看可不可以幫他自己爭取打多次背賽決賽的機會 而前線的家譜 我覺得今場表現很沉 跟他的近況亦都很相似 左右翼兩個年輕人已經不太做到前場的接球點 而平時作為藝九號登場的家譜 如果能夠逗後一些幫手串連 可能遠藤韓和忠師會多些傳送選擇 踢得沒那麼辛苦 但今場交譜好像沒什麼回後幫手 比較多都是留在禁區邊等傳送 變相他自己其實都沒什麼波碰到 亦都沒什麼威脅做出來 唯一一腳他的射門 只得最後保時的禁區混戰出招牌的咬腰轉身射門 不過都只是省中人 又有客反擊推進的時候被人踩掉 但其實他可以早些分波 給兩邊年輕的翼鋒幫他爆邊突破 踢足90分鐘我覺得家譜都是佛善可塵 今場的作用真的比較低 如果從那堆常規球員當中選擇過踢得最差的話 我覺得就是中師和家譜之間的競爭 講完常規球員之後 就可以看看大家平時小看的年輕人 看完今場的表現 我只能夠說他們還未上位 大部分都是有他的理由 如果好像昆沙真的有能力的話 你已經抽了上來用 到現在仍是主力踢中U21 就真是未太夠彎 正選的四個當中 以干納巴特尼和吉德哥頓 算是踢得正牢一點 干納巴特尼本身上季 踢完保頓回來已經備受期待 預了他今季 就是亞歷辛達亞洛的替堡右閘位置 經歷了三個多月的大傷最近復出 今場第一次是正選 他展現出來都算是比較接近 一些常規球員的水平 這些全球和推進力都是正路的 簡單一點靠著偏路來踢 其實都有些可以去到禁區K的位置 幫手傳中的球出現到 上半場唯一搏到的角球 都是從他的傳中球拿回來 繼而就變成了追成平手的入球 見到中場出身的他 是有一定的傳送能力 而用球的質素都不差 不過跟亞歷辛達亞洛都有點相似 就是防守上不太好 他的防守站位比較差 第二個失球在他失去控球拳後 很想快點逼上前做迫搶 結果右閘的位置完全漏空 要光拿迪包出來 再引至後防中間有空位 被插上整條防線的組織都拉散了 這些防守站位和迫搶的時機 就真的要靠跟高普的操練和落場比賽慢慢倒閉 都是那句 這些比賽當中交學費其實沒什麼問題 用年輕球員也要預算有這個情況 而整體我覺得 光拿巴特尼的水平都算不錯 如果當是右閘的替堡 當亞歷辛達亞洛和祖高美斯都不行 或者想休息一下的時候 找他來偶爾頂一下 其實我覺得是可以的 邊踢邊跟操邊學習來成長一下 光拿巴特尼是值得給機會的年輕人 相對之下 你會看到左閘的盧克張白斯 真的太過幼暖了 其實之前他出場幾次都會見過 是覺得他比較一般 未到一隊的水平 防守出腳比較魯莽 有下他出了去上前半場做壓迫 然後勉強下腳攔截被人過了 就馬上前途一片光明 被人大打反擊 本身防守技術也不算是很上勝 邊路單對單出來就有點吃力了 而我們一向都幾重視後防的傳控能力 而盧克張白斯也沒有太多 多數只能做簡單的短傳 一想比上前就很容易脫掉 甚至他自己也很少機會 真的走上前做工 結果也不太理想 所以其實攻守兩端 都未能交出什麼理想的表現 反而左閘後臂落場的卡林斯簡朗 踢落更正路一點 速度夠快 跑步動也夠積極 傳控的質素也高 不過本身 史簡朗就是一個逆風的球員 是升到上一隊才改他做打左閘 可能打長一點時間 都會展現到他單防能力不足的問題 但現階段他的表現 是比起盧克張白斯更值得期待 看來之前半季去蘇超的發展 都不太能幫到張白斯 即使在那邊獲得不錯的評價 但回到來仍然沒有什麼表現 到如果羅伯神復出的時候 他應該連這些輪換場合都不會有什麼機會 一躍可能可以探討一下 努克張白斯再次外借的機會 至於逆風來說 基德哥頓的表現就算是好些 這個2122球季的時候 以16歲之靈 拿到一隊地標戰的友逆球員 當季還要為一隊踢過四場球 包括一次的櫻超後備落場 和足總盃都入球 不過2022年2月開始 就受到盤骨受傷的影響 經歷了一年半的時間 他才能夠在最近復出 之前兩場的歐霸他都有分裂陣 今次是首次正式為一隊復出 踢出來的表現 其實都是前線已經算是最有威脅的一個 看見他很有膽識地去扭球 速度亦很快 個人能力相當不錯 即使沒試過射門 電球亦不多 但博到五次的犯規回來 都是一些高速推進被踢跌的情況 所以如果說突破力的話 他都頗有看頭 高普賽前記者會特別提及到基德哥頓 說等了他很久回來一隊的效命 看好他的潛力 今場雖然沒什麼成品 踢落 如果你從一個很宏觀的角度看 其實他不算踢得好 但休息了那麼久 初初上回一隊 能夠有些表現踢出來 作為一個19歲的小象 我覺得都算是這樣的 將來都應該給他一些機會 有潛力可以看得到的這個球員 相對而言 今場打左翼的分島克 就比較失色一點 由上季夏天加盟之後 他都受到大家的注意 經常擺在一隊的身邊操練 U18、U21的地方 他是很大威脅 有點超了班的感覺 但當上到成人職業的界別 他就不太跨越得到那個紅球 身形矮小的他 始終跟大人對抗 都是較輸線 而之前也有說過 他突破力是強的 但傳球和射球的決定 出腳的質素 都還是很一般 經常扭著底 才再想怎樣做 看不到人可以傳 那就大大力踢進去中間 補一補 不太像有目標去做這些動作 今場踢正選還要調到左路 那就發揮比平時更差 盤球突破的畫面都沒什麼 有一下後場他想第一時間推球 轉身走人 怎知就好像沒有做肩膀 一轉身就轉到別人的身上 佈好位置 就搶了他的球 那就被人偷花球 繼續進攻 所以這些盤球和全球的失誤 其實都幾多一下 邊線的威脅很低 還有一些簡單的短傳 他都傳失了 隊友想跟他做些配合都有困難出現 整體的表現是幾令人失望 尤其大家都對他有一定的期望 而今場的表現去看 記得哥頓才是更加值得多些機會 那一個人 至於75分鐘入體的尖士麥干爐 今場踢過中場中的位置 算是踢得挺平穩的 其實就沒什麼特別冒險性的動作出現 有球Underlap走到進去禁區落底全中 不過不夠快 球出了底線再先 還有一下 人家在邊線護著球大安子爾等出界 他就放上前偷走球 其實我覺得他表現不差 但亦不是突出地好 不過我想 尖士麥干爐始終在中場位置之後 上位的機會都不會太多 始終這個中場位競爭都很激烈 殷士除了一隊入面 加上雙兵也有8個人 還有外借緊去後城 連續兩季都踢英冠的泰納摩頓 可以遲些回來爭位 還有上季都得到不少機會 但今季一直受傷的小將波比奇 那麼多的競爭者之下 特點不太明顯的尖士麥干爐 我想未來都未必是太大機會上位了 再說完想說的球員 高普今次的輪換都算很大幅度 但可能還有些可以改善的地方 即是從輪換的角度去看 例如我前尖已經說 蘇布斯里和森美卡斯 都是一些我們應該要休息的球員 最終他們倆亦都真的沒有落到場 但其實於我所見 他們本身飛去比利時都可以節省 飛來飛去都不算是好好的休息 而利亞斯這場亦都面對同樣的情況 如果高普的算盤是覺得 這班人需要休息 不預計會他們換下場的話 那為何當初還帶他們去比利時呢 帶多兩個年輕人 或者坐不滿12個後備隻 其實都不是什麼問題 歐洲賽屢見不鮮 還有好像中斯、艾利諾和加普這些常規都很重要的球員 今場就踢足了90分鐘 這件事我覺得就不太必要 尤其是星期日即是兩天之後 我們就要打雙鴻匯 那是不是暗示了這幾個人都不會踢正選呢 給了一些路數對家可以捉 艾利諾這些本身都預計他打Super Sub 那就算了 但是中斯和加普這些都不太確定 有機會在星期日都打正選的球員 現在間接就告訴對家 星期日的陣是怎樣排 現在我都大概有個心水 如果從這一場的用人當中 亦都變相令球員消耗多了 自己的變陣的靈活性也低了 如果紐尼斯最後的階段是入替加普 而麥干勞是入替中斯 那給年輕人踢足他 會不會對一隊班球員的消耗不大呢 之後的頻密賽程都可以多點彈性呢 所以高普今場的確是有心做大輪換 有些安排是蠻好的 但我想落都仍然是有些改善的空間可以做到 最終我們這場就輸了2比1比聖基萊斯聯 但陀魯茲另一邊相也贏了0C的情況下 聖基萊斯聯就只在小組排第3要降格去踢勾協聯 陀魯茲就會晉級附加賽 爭入16強的位置 其他組方面 雖然白禮頓和韋斯咸都成功手名出線 也要說股順更加是六戰全勝進級 會是歐巴裡面的一大強敵 而摩連奧帶領的羅馬 就被布拉格斯拉維亞 壓住了只有次名 要打多場副加賽才有機會入16強 而我們晉級16強的對手會是哪一隊呢 暫時未知也沒有那麼快會知道 因為要等歐聯小組第三名和歐巴小組次名的副加賽 才會再抽籤 所以應該要去到2月才知道對手是什麼 踢完這場無關重要的球賽之後 就準備迎接幾場硬戰 星期日要踢雙鴻回大家都等了很久 之後週中星期三晚就聯賽杯對著韋斯咸 再到星期六晚就要對阿仙奴 到時不知道會不會又是一場榜首大戰 贏得的話 分分鐘會拿著聖誕冠軍 還好這裡接連三場比賽都是主場出擊 而聯賽杯也應該會有一定程度上的輪換 踢完這段之後 還有聖誕賽程作客搬離 新年主場營戰紐卡素 這五場比我整體的難度都不低 這段時刻都會相當關鍵 難得我們可以上綁手 看看過了這段之後還能不能坐穩 好了 今集就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支持 喜歡這條影片可以訂閱這個頻道 李氏台奉比賽翌日中午時段出片賽後評 其餘時段都會不定期為大家報道有關球會的消息 以及瘋仔的個人分析 間中還會直播露面跟大家聊天 又或者直播旁述一起看球 想更實質支持瘋仔的都可以加入會員 每月最低只需15元 我是李氏台的瘋仔 下次再見 See you next time